这种东西是营造一种气氛 而这种气氛当你回忆你当时吃那个饭的时候 你不由自主地在回忆那种气氛 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跟你的所思所想 所感所觉是不可分裂 不可分割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喻的这种成分 吃一口黄莲爱吃一口糖 王贵娶了李香香 这扯不扯这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他比喻一个人苦尽甘来 是吧 先苦后甜的那种那种东西 所以有几个写的好的 咱们那个论坛开通了 大家最好都实名注册 第一篇文章你们不愿意公开 我就印了一本 我自个儿天天回家看 吃饭这个事可以公开 你们就把发来的文章贴上去 贴上以后大家互相看一下 确实有写写的好的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意思就是说 把你的那种决 什么叫反思 好多人在那想半天 哎呀我这三十多年 到底吃过什么饭 干嘛 过去事情你都忘了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回神的过程 这个写完了 下一篇文章 你猜我让你们写什么呀 我要把你们全培养成文化人 发自内心写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不讲究修辞 不讲究什么浅词造句 写出来一样感人 关键你要写真东西 我下一个文章题目啊 我最拿手的一道菜 一道啊 别给我憋啊 别在那超个菜谱 什么牛肉青椒蒜什么 你一定要闭着眼睛 把你做这道菜的钱 备料下锅怎么过程 你给我摸一遍 然后看完以后 咱这还不算完 我那厨房准备好了 有你给我把这道菜 给我做出来的这个时候 所有优秀的人 我们都留在后谱的菜谱里面 什么季节吃什么料 我怎么做的 这样的话咱们每个人 我不指望每个人啊 咱们这里面有很多 活得很糙的人 我对你们不抱希望 咱们有一半人 比如有四十个同学 写一个拿手菜 咱们同学都把这个菜 学会了 咱们就会四十道 是吧 这出几后 威震天下 你哪毕业的 我蓝翔技校毕业 因为菜做这么好 哪毕业的 后普毕业的 没有没有范围 我最拿手的一道菜 是你自己做的 什么叫点的呀 算 烘焙啊 包括你们做的 怎么焖米饭 焖米饭这个事 如果你们家来人 来人多了 你们家米又不够 咋办 是吧 怎么熬粥 这些都算 咱们就是 你现在一说都是做菜 真正要 我后普就是 为什么让那进食物来 进食物首先 它是个很好的面点食 它是给我们山西人 我是先看中 这个人会不会做主食 主食会做了 剩下的 开始那进食物 炒菜炒的也不怎么样 后来被我们教育的 然后现在做的也挺好吃的 这都算啊 最拿手的一个 我看看 我看看谁能做出个拿手的 我反正有拿手菜 有几个 第一我干烧鱼做的特别好 哎呀 大家中午吃饱了没 这个出去奔波吃饭 而且外面这个饭 越来越惊心动魄 所以我还是说 让后普咱们多备点料 然后咱们 不管吃的好不好 第一咱们吃安全 吃干净 然后 首先上来先吃主食 咱先吃饱了的 这个 我跟你说说 我最香的三顿饭 我上高中的时候 骑车大概二十分钟到学校 然后中午再骑车回家吃饭 然后再上学校 这个早晨带早饭 一般要带俩这个馒头 或者什么的 我在黄金内经对话的时候 我说过我吃那面包啊 虚虚当当的 根本就不管饱 我一般都是 啪 拍食了以后吃 因为什么 这就你们知道 那个西安那个羊肉泡馍 为什么是死面的 是吧 密度大 结实 就是扛饿和鸡的那个时间要长 所以劳动人民吃饭 那就是要结实 就这 一般到第三节课 第四节课的时候 就饿得不行了 然后我就顶着个风 然后就回家 走在路上 已经恨不得就起不动了 这时候回家以后 我妈刚烙的饼出锅了 而且这个饼拿什么有烙的 拿骆驼有烙的 就是我舅舅 从那个内蒙 给烧来的那个骆驼油 你们知道八针吗 山针海味八针 驼峰是八针之一 有机会 我们的食堂有骆驼油 慢慢的咱们一道一道上 这个我小时候穿的棉裤是驼绒 就骆驼那个绒 这时候呢 一道骆驼油熬的烙的这个饼 刚出锅 我同学里面有写的非常好 就是说他父亲蒸包子好 这个父亲蒸包子算着你几点到家 一到家正好包子出笼端上来 所以吃饭的时候咱们讲道法术器 你们一定要结合上那个具体的内容 离开了那个时间 离开了在哪吃那都不算 你看我正饿的 然后到家了 到家了这个烙好多饼刚出炉 而且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饼 它不是死饼 它里面有那个骆驼油 那油渣 油渣啊 然后那一口咬下去 包括口感 我们老说这个色香味 不对 色香味形醋 吃进以后 那种感觉 这是终身难忘 到现在 因为什么终身难忘 因为我妈不会做饭 我爸那做饭是特别好吃 我妈只负责这个 切点葱花 弄点姜丝 然后我们经常说 我爸做饭好吃 我妈老是不服 说你爸饭好吃就是多放油 其实不是 给我妈放很多油 她也做的不好吃 所以我对我妈 这辈子做的最香的饭 就是那顿那个 骆驼油这个饼 第二件事就是 我第一次吃涮羊肉 涮羊肉 那原来我们那会儿 这吃点肉很不容易 有一次呢 我妈的一个病人送了 送给我妈一个 那个沙的那个火锅 就是那个沙锅 这叫沙锅吧 但沙锅它不是一个圆盆 它是个落起来的火锅 然后我说 这奇形怪状一波 然后我妈说 这叫火锅 我说火锅干嘛呢 我妈说涮羊肉 我说什么叫涮羊肉 那就长到也十来岁了 我估计 然后我爸 我爸是吃过见过的 按我姥姥说法 你爸切 让你爸当厨子 一盘肉端上来半盘肉 为什么呢 切了过两分钟 这厨子好啊 先替你试试 这有没有毒是吧 所以我爸吃过见过 然后这就到晚上了 第一 我爸拿那个木炭 把这个火锅点起来 我一看原来是这样 然后那个锅里那个水开了 我爸切的 也算手切羊肉了吧 手切羊肉 然后就 我爸就告诉 这个拿筷子夹着放进去 涮两下就拿来吃 不敢放 一放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拿上来的时候 筷子头夹那个地方 还红的呢 所以这个肉 你想想有多嫩 你瞅你感动的 然后那个站上 我爸调那个调料以后吃 那一口那种通神的感觉 就好像那种感觉 词一下就 我觉得可能吸毒人 就是那种感觉吧 永远难忘 以后吃任何蒜羊肉 没这个味儿 就是第一次吃 这就到现在就留下 这么深的印象 还有一次就是 第一次吃虾 原来都是 因为我们家邻居 有几个天津人 天津人的特点就是 可以为了吃牺牲一切 我觉得这是 最热爱生活的人 所以到什么螃蟹 什么虾下来的时候 那天津人是奋不顾身 都去吃 所以我们那次 是什么外貌出口 还是怎么就转内销的 一个无头的 没有头 那个虾段 然后我爸给炒了 第一口吃进去 那都是精啊 咱以前续集了 那么多化精的东西 没地可化 突然一口精进来了 刷一下就化开了 那个感觉也都是 到现在没了 所以这个 我先写 这个文章可以过完年交 优秀论文将发奖 每次我都要 最后要评奖 最近这段时间 你们就好好排演节目 我看看谁有 沟通天地鬼神的 这个本领 那天参加 预言堂的 这个晚会 巡播还上去 表演个小品 我一看 可能当大夫 都有这套本领 随时入戏 随时出戏 接着讲我们这个 我上次讲人伦 就讲这个德 把咱们三七 大概有十几个同学 给闹哭了 回去以后都哭 这个父母对儿女的伤害 现在人都不敢提 一说 我爱我的母亲 我要尊敬父母 我要孝敬父母 没人敢提父母 对自己伤害 没有人说 我能不能批判一下 我的母亲 没有 大家都在那装 我推荐一本 一个文章 就是 现在毛主席 有个前秘书 叫李锐 李锐 现在还活着 九十多了 这个人 毛主席的秘书 自杀的自杀 判刑的判刑 是吧 都这么下场 谁是个什么人 李锐的女儿 叫李南央 南方的南 中央的央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这个李南央 是出国到美国了 到美国以后 他们都写一些 人话真话 发表 这个文章就描写了 就是李锐 娶的这个老婆 是一个 怎么当年 搞学生运动 然后到延安 然后搞这个 政风 然后搞内部斗争 他写着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你们上网一搜 能搜到 这就是一个 人类关系 是吧 法人类关系 是吧 法是什么呀 沙厚浦永远记住 这是我的原创 几千年来没人这么说 法是什么 节奏 节奏是什么呀 能量的控制与释放 对不对 这句话大家都可能听说过 但是当你听我讲了 法是节奏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 这句话的本来的意思了 人应该随着地的节奏去变 地有什么节奏 四季是天 地有什么节奏 地球自转 你这个地可好大 山川河流水漫 阴坡 阳坡 是吧 地势走向 特别是那些动的东西 它有节奏 是吧 动的东西有什么节奏 你比如说 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有节奏吗 你们看一下 七六年 汶川 同样那条 就那条 它叫龙门山脉 七六年就有一场大地震 再往前倒 三六年 就是红军长征的那年 整个也是像燕塞湖一样 把一个村子全灭掉 每隔三十年汶川那条山脉 原来它叫冒线 冒线 冒纹和汶川 这种地的火山的喷发 也有它的节奏 是吧 火山喷发是好事坏事 上后谱永远记住 回答任何人的问题 不一定 是吧 喷发的时候 岩浆喷涌 浓烟遮天蔽日 但是你想喷发完了 是不是 火山摧毁一些生命 但又创造一些生命 另外呢 河水的涨落泛滥 干涸雨 这个冲盈 它都有一定的规律 人你活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掌握这个规律 所以道德经有句话叫 上善 错了 那句话叫 上善治水 什么叫治水 就是要掌握好 跟水的这种和谐的节奏 那么我在前面再加一句话 就咱们讲德性的这个部分 人不得不要法 是吧 你是不是在人群里混了 你在人群里混 你是不是要跟着一个人群的 步点和节奏 你上军训第一件事干嘛 是吧 练队列嘛 练走正步嘛 干嘛呢 不就是把你们这帮张牙舞爪 自由散漫的人 给拧到他那个节奏上去 你要不跟他的点走 最后怎么着 是吧 你就被踢出去了 所以我知道很多精神心理疾病的人 是在军队被摧残的 部队那种虐 中国人你记住一句话 中国人始终是一个自虐虐人的民族 是吧 先干为敬 我先喝了 你喝不喝看着办 你喝不喝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吧 还有人敬酒是 把那个敬酒那美女的手剁下来 你喝不喝 你要不喝 我就把他杀了 好多人于心不忍 你看我要不喝酒 他就会把他杀了 只有一个哥们心理素质超强大 就是不喝 所以我边上那人 你怎么这心这么狠 他杀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永远就是他在自虐 在部队里这个表现的 优为明显 那么经过了他的那套程序 包括几点起床 吹起床后要起床 吹熄灯后要熄灯 开饭时候说开饭 然后吃完了 起 不管你吃完没吃完 哗就走 他在干嘛 他就把你的节奏 统一在他的一种节奏里面 是吧 以达到什么 是吧 我们讲了能量的控制与释放 冲 是吧 撤 谁来决定 谁来决定 当你炫到这么一个组织里的时候 怎么办 这就是咱们说一个大而化之说是军队 那你到一个单位 是吧 你在一个大学到一个医院 你是不是要跟着医院的节奏去走 你是不是要跟着那个医院的节奏去走 或者是大学节奏去走 干什么不干什么 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说什么话 说多少这个深浅 分寸 这都是一个节奏 一旦你破坏了这个节奏 也就是说你违了法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你要被这个组织去收拾你 被收拾你 所以我们说 树不可不慎 还有一句话 古人讲 君子不党 什么叫君子不党 党的另外一词叫党同伐异 对不对 党的目的就是结出一班 咱们差不多一样的人 咱们抱团去干一件事 但是你记住 君子就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 你有自己的节奏 你不屑于 第一你这个 是吧 层次很高 是吧 很难找到跟自个儿这个 不点这么一致的人 第二 你结成以后 你就要被这个党所拖累 党的底下是黑呀 我们现在搞个简化制 是吧 黑呀 就难免被他所拖累 所以你想 我们老子 你就到现在你在看读老子装置 你就能看到一个桌而不群的 一个一个活出了自己的那么人的一种人格 人性和特征 所以面对这种集团对你控制的话 我觉得我们什么叫磨平了棱角 什么叫磨平棱角 不该出头的时候你冒出来了 人家就要削你 是吧 然后大家都往后挫 需要一个人冲锋的时候 人家就会捅你 是吧 你个什么叫磨平棱角 是吧 该出脚的时候出脚 不该出脚的时候就往回缩 所以到这会儿就变成最后变成这个 很圆很圆的人 规则是吧 有什么区别 刘同学 这个法有圆的法 圆激活法 是吧 也有什么棱角分明 刚性的法 这个呢 就偏柔 这个偏刚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法的体现 我的观点 你混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要跟强大的组织去做什么 正面的对抗 这个说个风凉话啊 发个牢骚可以 不要触动人家 因为什么 自保第一 自保 能改变 慢慢的去续事续气 等待时机 不能改变 要么就忍着吞 忍气吞声 然后呢 要么就是什么 就离开 离开人家这个机构 是吧 你自个儿就不愿意跟人家合这个节拍 那你就离开这个机构 自个儿去按照你的想法去活 最可恶的就是什么 又拿人家工资 又骂人家 是吧 还不跟人家好好干 你这种人走哪儿 都是一个 这就是做人家 就不地道 是吧 什么叫不地道 不地道就是不法分子 是吧 不地 不地 地是地理 是吧 不道是天道 不地道就是不法分子 影响 搞得身心伤害了一辈子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很多痛苦和矛盾 转达在我们身上 这没办法 大了以后 大家一定要记住 孝敬父母 孝敬对方的父母 一定要守法 尊重人家生活的节奏 我们现在老说 我这给你买房子了 然后你过来住吧 什么这 别讲 人家有人的生活方子 有人的圈子 有人的节奏 你不要去生乱的去打乱他 再一个 咱们讲 所以大家同学啊 你们小组一定要好好的亲密接触啊 培养好的这个同学关系 我上大学 我觉得我一半学问 跟老师学 另一半学问 跟同学学的 混几个好同学 那影响 而且老师总比你们先死 是吧 同学且处着呢 你们发现没有 很多女孩子有自己的月经周期规律 是吧 当他们住到一块的时候 这屋人同时来月经 而且这个同时是踩着某个强悍的女生的那个点来的 也就是说 那个女生的那种气 改变了周围几个女孩子的节奏 然后他们就变得同步了 是吧 这都有影响 何况其他的事情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说 教损友 教义友 是吧 咱们还不说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去偷去抢 去杀人 去放火 是吧 其实还就是个节奏的问题 是吧 节奏的问题 包括现在这个大学生 考完大学以后就开始上网 是吧 网瘾 然后打游戏 你说白了 他就是什么乱了 就是他节奏乱了 他神乱了 白天还捂着头不上课 到晚上夸 兴奋 是吧 我现在看了好多 我已经有代沟了 是吧 什么人人网 我从来没上过 人人网是干嘛的 除了偷菜还能干嘛 学校是吧 人人 还有个叫DOT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个网络游戏是吧 Dota Dota是 是吧 你看看 这都咱的我的 慢慢你们站庄以后 我推荐你们去 嗅一下什么叫污浊之气 这个污浊之气不是厕所 厕所那气是正味 你们到网吧 你别待太久 进去转一圈 干嘛呢 找个人 转一圈 回来一下 回味一下网吧的那个气 另外呢 夜店 夜店 你到三十坨里溜达 马上那鸡头龟头的上来 名片 要小姐吗 要小姐吗 是吧 要是美女 要牛郎吗 要牛郎吗 就到那种 暧昧的那种咖啡厅 或者低厅里 你去转一圈 你就知道 什么叫邪恶 当一个对这些 没有感觉的人进去以后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邪恶 而且这种邪恶 最后影响了 他的心神以后 他就完全被控制了 他可以来拿刀去捅 来劝他 不要上网 回家的老师同学 甚至他的父母 那会儿他已经不是他了 那他的节奏被谁控制了 所以交友一定要谨慎 特别是那些气和神 都比较弱的人 一定要跟几个好的人混 反正我也是 我自己没脑子 你们谁来控制我吧 是吧 因为这个世界上 当投阳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都是跟着投阳走 那你跟定一个好的投阳 你跟一个让你活得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长寿 是吧 越来越健康的人去混 别跟着那些 让你像美丽的流星一样 哗一下 哗一道量 然后就死 然后死翘翘了 所以这个室友的影响 室友的影响 也有节奏 也有节奏 所以慢慢的 我们天气暖和了以后 大家可以出去练功 感受一下这种自然之气 对地的这种影响 我还有一个告诉大家 中国人有个特别牛逼的话 就叫地气 为何现在有什么区别 好 回答正确 微楼高千尺 白尺 怎么了 我自个儿写个诗不行 尚可 手可 一心尘 一吧 摘啊 意显得多文雅 不敢 高声语 精语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是不是要叫 这个微啊 不是微弱雷乱 摇摇欲坠 我告诉你 微是人对高度的一个本能的感知和判断 这不是意识行为 我站在那个高山之巅 我知道我摔不下来 但是那会儿你的心神告诉你 这家伙 不安 我没说全 不safe 但是这种意识层面上 你又把它压下去 你说没事 然后呢 你在这种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入睡的困难或者是早醒 他老在提醒你 哎呀 这地儿不咋地 所以楼越高了以后 而且住的越高那种水平的那种摇晃程度的可能就会越剧烈 好多人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帮人就头一晕 你说它是波也好是辐射也好那都是高引起的 所以大家记住我说一句话 办公的时候办公室可以高 睡觉那个地方一定要低 不要超过 这不是我说的话 是一个道长说的话 不要超过三层楼 三层楼以后 那个地啊 地是阴是吧 睡不着觉是什么 睡不着觉是阳吧 是吧 不管你是阳火太旺还是阴虚阳康 它总是一个亢奋的表现 其实就是那种地对你的那种辐射的那种气影响太小了 所以咱们那个教务处的韩冰韩老师 原来我们我在那个龙头有一套房子在十楼空着 我说你先住那儿吧 然后他说住了一年感觉不到四季的变化 为什么感觉不到 第一是楼高 第二是屋里有空调 后来他自己到那个周庄家园租了一个房子二楼 他说我住在那个楼上 尽管屋里有暖气 但是我能感觉到四季的变化 就是说生长收藏 是吧 这种这个温暖凉寒 他都能感觉到 这对人是无形的 所以大家努力吧 努力去住一个大house 院里有个鸡有个狗 我们一两只鸭子飞了 这个就叫什么呀 是和力有什么区别 对了 是是没发出去的力 力是发出去的势 势是一种可能性 力是一种 什么 完成 所以那会儿不是讨论朝鲜发射核武器吗 说去功能化 是吧 我心里说这也太复杂了吧 去世吗 是吧 去了一种可能性吗 古代燕戈叫什么 对吧 去了可能性 我又没干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把我这个割了 我割的是一种可能性 是吧 而不是当场桌奸在床 是吧 可能性 给男人去世是把搞完切掉 而且把阴镜切除 基本上切除五分之四吧 他留个残根 给女人去世怎么去 他不是摘卵巢 第一 他通过敲击让子宫形成脱锤 就是这个女的永远的子宫就是脱锤的 子宫一脱锤呢 阴道口都被塞满 基本上也没有性交的可能 再一次通过打这个肚子 就是小腹部和后背 把卵巢功能给破坏掉 我告诉你 中国人所有那种阴损恶毒的招数都有 都是累事积累下来的 他被人虐待过 然后他再积累起来虐待 这个死扣这个死结还在循环 是吧 好了我们休息十分钟 出来透透气开开窗户透透气